C5度 哈囉歡迎來到生皮C5度 我是亨利 大聯盟歷史上有不少繼承偉大血統的球星第二代 小葛瑞菲就是最知名的代表人物 現今大聯盟也有不少新二代在引領風騷 像是塔蒂斯Jr就是聯盟力捧的新生代球星 我們夥伴米古爾之前已經有做過塔蒂斯Jr影片了 那今天就要來介紹並深入剖析 另外一位眾所矚目的球星第二代 那就是前百大星秀第一名 藍鳥星世代的核心打者 Vladimir Guerrero Jr. 小葛雷諾 這部影片是新的企劃每月票選球星 影片主題是由FB社團 生皮C5度討論區的觀眾們一起票選投出來的 這次票選小葛雷諾跟Mike Trout兩強相爭 最後小葛雷諾拿到24.2%的選票 擊敗神尊成為5月票選球星 這個企劃預計每個月會開一次投票 想聽哪位球員分析 欸?歡迎加入生皮C5度討論區 用選票決定我們影片的主題 小葛雷諾在16歲那年也就是2015年 跟藍鳥簽下合約 是國際球員的身份所以沒有透過選秀 憑藉超零的打擊實力 小聯盟時期爬升很快 18歲就爬到高級AEA 19歲那年就從2A開季 前兩個月打擊率維持在4成以上 接著就馬上升上3A 在3A打30場就轟出6發拳一打 打擊率高達3x36 隔年2019年開季被評選為百大新秀第一名 球团評價中打擊還拿到滿分的80分 大家都期待著小葛雷諾從大聯盟開季 但是藍鳥卻讓他回3A 嘴巴上說他要再練練 不過明顯是為了壓年資 讓他晚一年取得自由球員資格 這樣球隊可以多一年的控制權 從4月26號將小葛雷諾拉上大聯盟這個時間點 就能說明藍鳥的目的 但諷刺的是 小葛雷諾新整年完全沒有震撼聯盟的表現 整季出賽123場打擊於2x72 打出15發拳來打 他在小聯盟時選球能力出色 而且很少被三陣 幾年累積下來三陣還比寶宋少 但菜鳥年被三陣了91次 只選到46次寶宋 上壘率3x39 種種數據都印證寄出藍鳥說的 要回3A再練練 去年縮水賽季小葛雷諾全情 打擊率和上壘率雙雙下修 長達表現微幅上升 加上本來就很圓的身材似乎又發幅了 實在是讓人非常失望 打擊成績不上不下的原因 之前影片曾提過 出在揮棒機制不穩定 平均擊球仰角比較低 所以雖然擊球力道不錯 但打出比較多滾地球 加上跑壘速度偏慢 打擊率和長打率自然只有 不上不下的水準 而選球也不如預期的原因 是對於大聯盟級變化球的選球 還有加強空間 追打比較多的壞球 就是技術還不夠成熟 各方面都還需要再磨練 今年季前的第一個好消息 就是小葛雷諾減肥成功了 報導指出他瘦了42磅 也就整整19公斤 現在體重降到111公斤 而以他188公分身高來說還是有點胖 但至少是往好的方向前進嘛 這次要做小葛雷諾影片的時候 找到蠻有趣的資料 算是解答了為什麼小葛雷諾會這麼胖 我這裡要先說回小葛雷諾的背景 大家都知道他爸爸老葛雷諾是名人堂強打 小葛雷諾出生於1999年 當時他爸還在為蒙特樓博覽會效力 所以小葛雷諾也有加拿大國籍 不過語言跟文化還是受家族影響比較多 講西班牙文吃多明加菜 老葛雷諾生性風流 據稱至今跟6位女性生下8名小孩 不過他沒有結婚 小孩也是由他媽媽負責照顧的 沒錯小葛雷諾是阿嬤養大的 有這種身材不意外 說到這位阿嬤也是一位相當傳奇的人物 他一手多明加家鄉菜可是受到各界好評 他常連陪著老葛雷諾征戰大聯盟做飯給他吃 有時候也會做他隊友的份 甚至其他球隊的多明加球員 那在孫子上大聯盟之後 他跑來跟孫子同住 繼續幫孫子做飯 所以去年賽季結束之後 小葛雷諾的減肥計劃 阿嬤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我要先幫阿嬤澄清一下 去年小葛雷諾又變胖跟他沒有關係 他還跟記者說 他會特別把肥肉的部分挑掉 油的用量也有減少 但小葛雷諾還是胖了 胖到藍鳥還跑來找阿嬤問說到底怎麼了 阿嬤很盡責喔 還有幫藍鳥去找出原因 小葛雷諾那段期間經常跟家人朋友喝啤酒吃小夜 難怪會胖 去年賽季重啟後 藍鳥要小葛雷諾從三壘移防到一壘 加上打擊還是不上不下 小葛雷諾9月時終於下定決心要減肥 他找了一名私人教練 賽季結束後就開始他們的減肥計畫 教練幫他擬定訓練計畫帶著他訓練 小葛雷諾決心借到啤酒跟宵夜 阿嬤則負責調整他的飲食 早上只有蔬果汁 晚餐只有燕麥奶昔等等 午餐雖然還是多名一家菜 不過有減量了 小葛雷諾也有克制食欲 結果就是剛才提到的 四個月內減了19公斤 有更好的體態和柔軟度 藉用季前直播Batman說的話 小葛雷諾能控制他的體重 就能控制他的球棒 他開季狀況絕佳 目前打擊率3x07 上野率4x32 長打率0.543 打出8發全雷打 各項數據也全面升級 集球初速94英里 比聯盟平均快了5英里 強勁集球率51.5% 也是生涯新高 而且選球越來越精準 以前對變化球選球不佳的問題也修正了 今年只有對19%的壞球出手 保送率直接翻倍 16.1%排全聯盟第七 更重要的是 滾地球比例降了不少 目前47.5%是生涯首度在五成以下 加上更強勁且穩定的集球品質 長打當然就一隻接著一隻 還有跑壘速度也提升了 今年衝刺速度來到每秒26.7英尺 已經接近聯盟平均了 甩肉大成功 接下來要說說隱憂和缺點 小葛雷諾五月的擊球央角有些不穩定 打擊率剩兩成三四 長打只有一發全雷打和兩隻二雷安打 在漫長的例行賽中維持穩定的打擊機制 並維持擊球央角 就是小葛雷諾和籃鳥未來要努力的方向了 不然打擊成績可能會一路往下修 另一個隱憂是今年揮控率很高 過去兩年都是在24.5%左右 跟聯盟平均差不多 但今年已經上升到30%以上 揮控率這項數據跟三陣率息息相關 奇妙的是今年三陣率並沒有上升太多 還比新人年低 我找出小葛雷諾兩好球之後的數據 揮控率跟往年差不多都在20%上下 明顯是有意識的避免三陣 同樣是跟揮控率有關的數據 雖然追打壞球比例下降了 但是追打壞球的揮控率卻提高了 超過60% 而好球帶內的揮控率並沒有明顯提升 整理一下小葛雷諾的揮擊狀況與策略 今年整體揮控率上升了 尤其追打壞球的揮控率特別高 推測或多或少會影響纏鬥能力 但聊好球之後又會避免揮控 所以整體三陣率並沒有提升 目前整理下來就結果來說並沒有不好 當然揮控率高還是一個隱憂 但會有多少影響就還要再持續觀察了 再來就要講到缺點了 小葛雷諾今年打變速球打得很差 揮控率超過5成 擊球仰角是-12度 甚至還沒有把變速球打成安打過 對變速球的掌握能力非常糟糕 現在很多搶頭都有一顆品質不錯的變速球 同分區也有精英John Mintz 紅襪Martin Perez Edouardo Rodriguez 光芒Josh Flemming 等變速球高手 揚擊的Garrick Cole和Kluber的變速球不算主要武器 但品質也都很不錯 這個缺點影響非常大 就算其他隱憂像是擊球仰角和揮控率 這些環節都沒有問題 投手還是能用變速球讓小葛雷諾徹底熄火 不過小葛雷諾光是精準的選球 還有強勁且穩定的擊球品質 就足夠讓投手頭痛了 我認為他今年只要做到三件事 這個賽季就算是及格了 第一是維持體態和體能 第二是維持擊球仰角 不要再一直滾地球出局了 第三是保持現在精準的選球 只要做到這三點 整技打擊三圍345 30轟應該不是問題 其他揮控率或對變速球這些問題 再慢慢修正就好了 那這次五月票選球星小葛雷諾的部分 就到這邊啦 喜歡的話幫我按一下讚 記得訂閱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下個月想聽哪一位球員分析 就到生皮C5度討論區一起投票吧 這裡是生皮C5度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